范迪刚电台巡 教宗方济各 10月11日上午 在圣伯队陆广场 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来自五大洲 30多个国家的朝圣信友 参加了这项活动 教宗在要理讲授中 继续讲解希望的 主题强调基督徒 要警醒等待 与复活的基督相遇 教宗解释说 警醒这个主题是 新约的一条导信 福音告诫我们 要时常准备 与基督相遇 如同仆人时常醒悟 等待他们的主人回来那样 在基督徒的信德中 没有比这 与上主约会更加确定的事了 那就是在上主来临时 我们必能与他相会 因此基督徒 总不可松懈怠慢 却应随时准备接受救恩 热切期待这相遇 教宗问道 你们是否想过 当耶稣来临时 我们与他的相遇 将是怎样的呢 那将是一个拥抱 一种异常的喜乐 极大的喜乐 教宗接着指出 做基督徒 不是为了自寻烦恼 而是要有耐心 知道即使在某些 千篇一律的日子里 也会隐藏着一份恩宠的奥基 事实上 没有任何事物是徒劳的 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境遇 是完全缺乏爱的 你不再是非 你不再是不再再勉强的 三十一 拥框 你不再迷失了 还是不再来 就已经迷失了 我纸实质 那是不再再勉强 我们宠言 你不再来